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武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大德大家早安 我们看到第五页呢 是文殊菩萨 来问这些问题 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 各个不同的佛的世界 那么在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 所有的重视啊 种种不同 世界 众生 那么说法 调福 受量 光明 神通 各个不同 所以就请问 显守菩萨了 为什么这么多的净土 这么多的佛的世界 有这么多的差别 那么显守菩萨就回答了 说文殊法常儿 法王 唯一法 一切万人一道出生死 十方的佛都是一样的 福慧圆满了 三大阿僧奇节修福修慧 然后百节众向好 这些功德圆满呢 才能够成佛 但是各个佛 有各个佛的愿力不同 比如说阿弥陀佛的世界 阿弥陀佛的世界 佛陀的愿力 法杖比丘 那么他的愿力 集于所有净土的庄严大臣呢 来创造一个极乐世界 让众生去往生 那有些世界又不同了 这个比如说要师净土 东方阿出彼佛 不动如来也有的净土 各个十方世界是各个不同的 那释迦摩尼佛是发愿来这个世界 在梵王金菩萨界里边呢 就讲到释迦摩尼佛 来到这个稍果世界 已经是八千往返了 那这个稍果世界呢 来利益众生 来度化众生 来还这个愿 已经是八千次的往返 所以 释迦摩尼佛成了佛 不是无所事事的进入涅槃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说祂的智慧 祂的悲心 祂的愿力 度尽一切众生 而无一众生可度 我们看祂忙忙碌碌的 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老了 病了 死了 但是在佛的心境里面 无老 无病 无死 无痛苦 这个是佛菩萨的一种境界 所以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是不同的 那是业力召感 业力召感 同样一个世界 每一个人的心情是不同的 大不相同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那时候二十一岁去当兵了 出了家三个月就去当兵 当军人了 那么被派到这个金门联盟了 那金门很多人喜欢养狗 狗会生孩子的 有一天我看到很奇怪 这个小狗 它会排泄大号 可是这个母狗呢 就把这个大号呢 吃得干干净净 你说奇怪不奇怪 狗有狗的世界 我们认为很脏 它认为是很好 它吃吧 孩子的这个粪便呢 把它吃光光 所以业力不同 我们众生的业力不同 在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投身在非洲 能不能念佛啊 不能 没有机会 因为一天到晚在作战 同一个国家 不同的政党 你打我我打你 杀来杀去 那有些地方呢 那有那个自杀炸弹 把人绑着这个炸弹 跑去一个地方 突然间爆炸 那还有呢 在非洲每天 几万人 饿死 没有东西吃 那一年到头也不下雨 中的干 中的东西呢 也死掉了 每一东西吃 饿死 所以 同样这个世界 被投胎到非洲 真的是很可怕 那么我们就会问啊 为什么 不投胎到马来西亚 有这个流量可吃 这么美丽的地方 你怎么不来投胎 以佛经来讲 我们就是全身有这个邪之邪剑 有这个邪之邪剑 不相信因果报应轮回 不相信 你就会投生在边地 所谓边地就是说 没有佛法的地方 没有文化的地方 灾难特别多的地方 遍地 不是只有非洲有遍地 到处都有遍地 到处都有遍地 某一个地方 不准你信佛的 就是遍地了 因为佛要指导世间人 身性因果业报轮回 身性一切重视是平等平等 没有差别 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认同 那么这种邪之邪剑的人呢 加上自己的沙道引望久的恶业 他就会脱胎到这个完全没有文化气息 或者是邪剑充满的地方呢 去这种受苦受难 是值得我们同情 值得我们同情 同样在非洲 这几年也有佛教在那边见佛师 所以有福报的人 虽然是在非洲 他也是照样有那个善根呢 来清净三宝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叫做说佛世界 说佛世界呢 我们分成堪忍的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 也许许多多的灾难 小山灾 大山灾 比如说瘟疫 饥荒 刀兵 战争之类的 然后大山灾呢 水灾 火灾 风灾 地震 海啸 这是大的这种灾难 虽然有这么多灾难 但是我们人类的智慧 和想办法去克服 去预防 那就是需要透过宗教的 引导我们向善 向光明 那既然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 可是为什么人类 还有这么多灾难呢 这个就是要谈到说 宗教在我们一千 这个一般人的心里面 只是仅认为叫我们做善事 将来游天回升天 一般人对宗教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有小香 有薄皮 有吃薄 有高气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一般人认为是这样子 我烧香 烧明子 那我就保佑啦 一般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那么 许多人对宗教的理解 仅值于理恶向善就可以了啦 可是佛法呢 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佛法怎么讲呢 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 你相信因果业报轮回善恶 这才是刚刚进入这个宗教的门 好 你相信要做善才好 不要做恶 理恶向善 你这个才是进入宗教的门 踏进来而已 是信为能入 但是呢 智为能度 有智慧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宗教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所谓智为能度 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 这个度呢 它写成超度 超度 这个超度现在变成我们民间的信仰 超度祖先 超度冤亲在主 超度 但是华严经里面讲的超度 不是这个意思 是第一个 超越生死 你对这个生死问题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你对这个生死呢 不再恐惧 那么这个就是 你已经修到这个程度 你有这个智慧 你已经超越了生死 你已经超越了生死 那么依现在的 我们一般心理学家的研究 人类 只要你有对这个生死 产生死 产生恐惧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心理 不是健康的心理 拥有健康正常心理的人 已经对这个生死呢 这个阴影已经没有了 对生死这个不再可怕了 不再恐惧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超度的超 是超越生死 那么度呢 度呢 度脱你的烦恼 度脱你的烦恼 我们内心里面 许许多多的不良的 这个心理因素 贪爱 称恨 愚痴 疑心疑鬼 疑这个善恶 然后呢 这个供高罗慢 懈怠懒 然后那个心啊 七上八下 叫做调局 要不然这个心呢 昏沉 所以我们心里有这么多烦恼 我们度脱了 度脱了这些烦恼 这是佛陀 要留给我们世界人 最高无上的一种福音 就是怎么样 让我们的生命超越了这个生死的困惑 度脱了内心的那种不良的心理因子 使生命呢 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光明慈悲喜悦 那么安详自在 这是佛陀 都对人类最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 这个地方讲到法王唯一法 一切无碍人 一道出生死 这个一道是什么呢 就是般若道 般若道 就是智慧 佛陀不是仅仅劝我们行善布施 就是获得人天的这种 一时无缺 这种丰富的生活的果报 佛陀最终目的 就是要我们了生脱死 解脱烦恼 超越这些烦恼 度脱这个生死 这是佛陀留给我们世界的最大最大的福音 所以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你也参加八观摘戒 你也念佛 你也诵经 你也拜佛 你也做善事 做义工 可是烦恼还是烦恼 就是我们没有修出智慧来了 这个智慧呢 形容成什么呢 叫做光明 在黑暗中摸索 容易跌倒 容易恐惧 所以总说一句 我们只要是起烦恼 那就是表示我们还没有修到智慧 那如果我们去造成别人烦恼呢 那就是不慈悲 没有慈悲 你使别人烦恼 就是没慈悲 那么使自己不烦恼 也使别人不烦恼 那么你就是跟佛陀慢慢的会相应了 因为什么呢 有智慧 有悲心 所以我们说归佛 两足尊 佛陀的人格就是智慧 圆满了 慈悲 悲心呢 这种福德有圆满了 这两种圆满 我们就叫做归佛 两足尊 道理是这样子的 所以 不要以为我念念佛 迟死灾戒 做做善事 我就没有烦恼 烦恼不是靠这些有违的事工 能够解决的 一定要靠戒定慧 从慈戒 然后修定 然后呢 才能开智慧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说一道出生时 这个一道呢 就是般若道 般若道 般若道能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纯粹的般若 破此物我执我见 那么这个是一种般若道 但是还有一种叫做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呢 就是这种般若智慧呢 它还是充满着悲心 慈悲喜舌 那种悲愿结合在一起 叫做悲之交融 它的智慧当中充满着感情 感情当中充满着理性 悲之交融 我们称为叫做大圣般若 大圣般若 如果你修无我 破除我执我见 你断了生死 可是你对这个众生啊 你从来都没有去感觉到说 这些众生 是我累生累劫的父母兄弟 我应该去报恩 那你同样可以了生死 但是没有办法付费圆满 没有办法付费圆满 这个是讲到这个一道 让各位了解 就是专门讲智慧 才能够了生托死 那要了生托死怎么办呢 就是对烦恼下手 对烦恼下手 接着我们看这个经文呢 说一切 我们一起念好了 一切诸佛生 为世亦法生 一心一智慧 利无畏亦然 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利无畏呢 我们先解释一下子 如果我们持戒修订 开智慧 福慧圆满 这个时候有很特殊的 这种功能功用 成了佛 他有这个实力 实力就是他的心力 提升到最高境界的时候 有这种作用 第一个叫做处非处之力 就是说对还是不对 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他已经清楚了 比如说我们想得智慧 有些人说好吧 那我就去放身 我去做善事 你能得到智慧吗 你是培养一些福德而已哦 知道吧 所以你在得智慧 一定要延迟境界 然后修禅定 禅定怎么修 怎么入定 怎么出定 怎么注定 在定的当中 你意义到什么境界 怎么去对质 这个你要清楚 否则的话 你被这个境界迷惑了 着魔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处 非处 这个智力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业一手之力 那么对众生 一切众生 他什么业 已经成熟了 他即将要受什么果报 然后佛陀清清楚楚 有一天佛陀对一个老人家说 哎呀 你老人家这么老了 赶紧修道 老人家怎么说呢 我现在在造房子 造房子呢 我过几天 我的儿子要娶媳妇 娶了媳妇以后呢 我女儿嫁出去 啊 长到生子以后呢 我才来跟佛陀修道 佛陀就说啦 世间是无常 来不及咯 你要赶紧修道 佛陀啊 找得很啦 我儿子还没有娶 女儿还没有嫁呢 过一阵子 我再去拜你为师好了 第二天 做房子的时候 屋顶上一根斧头 不小心 上面的工人啊 这个斧头掉下来了 这个老人家在下面呢 这个头被砸中了 他死了 所以佛陀有慈悲 有智慧 也度不了那种 无缘的众生 也是度不了这众生 有一次佛陀在这个社会国啊 他就说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社会有国里面 社会城啊 那么这个社会城里面 也有一个大副长者啊 娶了四个老婆 四个太太 大概是马来人吧 可以娶四个太太 他也有钱了 结果 他不喜欢大的老婆 年纪大了 身上有味道 老人 到老了会有味道 是不是 我就不晓得了啊 所以 取了第二的 第三的 第四的 第四的 最年轻 最年轻 他有一天 医生就跟他讲 你的生命即将结束 你要吃什么 尽量吃 你要玩什么 尽量玩 哇 他开始紧张了 我这么多钱 还没有享受 就要死了 还没有享受完呢 很伤心 就找第四的老婆啦 哎呀 我平时买的那个钻石啊 几颗拉几颗拉 那个最大的那个送给你 最好的香水 最好的衣服 我都送给你 你们这个四个女人啊 我觉得最爱的是你这个 最年轻最漂亮的 医生说我要死了 你陪我死好不好 他说 No 我还年轻 你老了 你先死 我年轻 我不要死 我还不想死 你自己去吧 结果就找到第三的老婆啦 第三的老婆说 不行啦 我也是很年轻的 那这样子啦 我 你看看 我们家里的人啊 怎么老老少少 我帮你生这么多孩子 你死了 我帮你照顾这些孩子 不是很好吗 否则生了这么多孩子 但是不照顾不对啊 你老了你先死 我留下来照顾孩子 结果没有办法啦 他讲的也有道理嘛 第三个老婆 帮他生了很多孩子 就是找第二老婆啦 第二老婆说 哎呀 老头子啊 你要死 你就先死吧 我送你到坟墓去 我会送你到坟墓啊 然后呢 把你埋葬起来 让我回来照顾这个家 哎 他讲的也有道理 这个老头子呢 就很不好意思啦 平时对这个大老婆啊 一向都不理他 很讨厌他 人老猪黄 就不理他啦 现在他要死的 他害怕 死得到阴间 孤家寡人的 没有办 没有人说话 只好找这个老伴啊 老伴啊 平时我对你很冷淡 很冷漠啊 这个真是对不起啊 医生说 我很快就会死 你跟我一起死 好不好 到阴间 我们还能够 做一个老伴 这个老伴就说 好啊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跟你一起去 两个人抱着就死了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故事 就像我这样子告诉你们 他就问啊 你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个老婆 你们有没有四个老婆啊 他说我们最爱的叫做年轻漂亮 年轻漂亮 这个大家最爱的啦 可是年轻漂亮 经不起无常岁月的摧残 我们有少而壮而老而病而死 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断的 从生走向死亡 所以年轻漂亮也是不可靠的 然后呢 第三个老婆 她说她很年轻 她可以再嫁给别人 也可以照顾孩子 也可以嫁给别人 第三个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财产 这个车子登记你的名字 这个房子登记你的名字 你不能呼吸的时候呢 要改名字 改成你的妻子 而你的名字 改名啊 本来那个法律上是登记你的名字 可是你一死的时候呢 马上要改了 改名字了 登记别人的名字了 就像第三个老婆 她说她也年轻 你死了我可以改嫁 第三个老婆代表财产 第二个老婆呢 自清骨肉 她不能替你死 自多一把鼻涕一把泪 哎呀你好走吧 安息天国吧 把你放在棺材 送到坟墓埋葬起来 自清骨肉 也没办法替我们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 大老婆呢 愿意跟她去 大老婆就是什么呢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身 口 意 三页 是善 是恶 你讲的话 你做的事 你心里所想的 这一切一切呢 花眼镜怎么讲呢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 一个叫做同声 一个叫做同名 整天都在记录我们 心里所想 嘴巴所说的 手脚所做的事 那个东西呢 我们给她三个字 叫做黑盒子 黑盒子知道吗 飞机在飞的时候 它有个记录器 啊 这个记录器 记录里面的人讲的话 记录这个机器 什么地方坏掉 所以会失事 但是马航 掉到海里 黑盒子有没有找到呢 没有找到 有没有黑盒子呢 有 但是找不到 海这么大 怎么去找 可是人很奇怪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黑盒子 这个黑盒子记录了我们 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事 心里想的 所学习的才能 所养成的习惯 全部都记录在这个 这个黑盒子里边 到时就根据这个黑盒子呢 去投胎转世 业力 业力呢 三业多 投生好的家庭 二业多 投生到贫困的家庭 然后二业重一点呢 投生做阿狗阿猫 就这样子的 所以佛陀说 我们每一个人呢 就是随着业 随着业来转生转世 有些人这辈子出生以后呢 很有钱 有些人出生以后很穷困 有些人很奇怪 那个韩国有个孩子 八岁 他会写英文诗 三岁的小孩子在美国开画展 所以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天赋不同 所以人生是无常 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 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智慧 各位各位前辈子受过瓜瓜在界 这辈子又重新再来 知道吧 就是这样的姻缘 所以 我们这里讲这个 一道出生时 一切诸佛身为是一法身 一心一智慧 利 无畏 亦然 因为我们智慧不够 所以我们没有十利 十种利 那佛陀有十种利 十种利 不但还有十种利 还有四种无所谓 四种无所谓 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是一切智慧 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会脸红 因为他已经通达世间的 一切的现象了 所有这个天文 地理 人心 这个 所有一切的这些现象呢 佛陀清清楚楚 这个叫做什么呢 佛 他说他是一切智慧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心不会虚 如果你考是八十分 人家问说你考几分啊 没有啦 快满一百分了啦 差不多要一百分了啦 你讲的时候会心里会胆怯 考不及格 你说我差一点我就可以过关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胆怯 没有那个实力 这个佛陀 第一个 无畏 我是一切智慧 第二个 漏尽 我的烦恼 我的迷惑 一切 我都断尽了 这个漏尽无畏 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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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 大水烦恼 小水烦恼 中水烦恼 全部我都断尽了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心不会虚 脸不会红 第三个 说战道无畏 你做什么会障碍你修道 你说什么会障碍你修道 佛陀说隐喻是战道法 很多那个战道的那个佛陀都会告诉人们 你如果是做那些坏事 你一定不能得到的 战道的 说战道无畏 然后第四个无畏是什么呢 说净苦道无畏 净苦道 你要断除这个烦恼 了的这个生死呢 的方法 佛陀讲苦极灭道 苦是人间的事实 要远离这个苦 那就修三十七道品 就够了 足足够你把这个苦解决 所以佛陀指出人间的这些问题所在 他同时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叫做净苦到无畏 那么我们讲到成了佛有这么多的功德好处 是不是只有释迦摩尼佛呢 不是 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 所以前面就形容他了 说一心一智慧 就是一切诸佛 他的福德智慧是圆满 圆满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要有这个差别心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在印度这么漏厚的地方 那么到处都有那个刺会刺人 到处都很脏 这么乱的地方来度化众生 这也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 十方诸佛称赞释迦摩尼佛能以于 说我世界的阿弥陀洛三妙三菩提 这是一种悲心悲愿 这个世界大家的业力这么大 佛陀的神通也不能改变这个业力 有人说佛菩萨这么慈悲 菩萨你有神通 大宝基金里面怎么写呢 所以诸佛菩萨有这个神通这么大 为什么不把这个石头变成黄金 那我们大家都一始风足 有人就问这个问题 是啊 没有错 释迦摩尼佛他说 他有办法把这个石头变成黄金 可是呢 众师有没有这个福报呢 他有这个业力呢 他万一房间也多呢 他就冷冷散散不做事 所以 还是让他受点苦 让他努力自己的创造 我们这里有一尊那个土地公 是不是 前面呢 那有一个地方 乡下地方呢 他那个土地公呢 还有土地婆 知道吗 两夫妻坐在那边呢 有一天他们就在对话了 土地婆就说了 哎呀 哎呀 你这个土地公啊 人家来拜拜呢 你就赐给他一点财 那穷人呢 也没有办法去买那个鸡啊 沙拉给供养啊 你就没有保佑他 你就没有保佑他 你这个心啊 不公平 哎呀 老婆啊 你看看嘛 明天早上 有一个人会骑马 这个人做很多善事 这个人啊 是一个斩折啦 他骑马出来运动运动 你看看好了 好了 他就把这个石头抓起来 变变变变 就变成这个黄金了 他就丢到那个草堆里面去了 丢到草堆里面去以后呢 这个长者骑马 骑马 哎 经过那个地方呢 那个马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他就吃草 一吃草的时候 咦 咬到黄金了 他就不吃了 这个主人看 咦 这个马怎么摇的东西不放呢 你怎么吃草摇到嘴巴不放呢 他就吐出来 原来是一块黄金 这样了解吧 这个有钱人啊 有福报的人呢 拿了黄金 带下去了 回家去了 隔一天 这个土地公啊 就 拿了一块大石头了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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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块很大很大块的黄金了 一大早 天还没有亮 就丢在那个路上 那个时候 就有四个人抬轿了 他们要赶时间啊 所以三四点 就 抬这个轿子 要参加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 要用到的场合啦 赶时间 快点 四个人啊 就是 就是这么 要喝要喝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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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一走 走走走走 走到那土地公附近的时候呢 也一个人就 踢到石头了 嘴巴就骂出很难听的话了 怎么有这种人 丢石头 丢到这个路上 害我差点跌倒 这个坏蛋 啊 就骂了 前面的人踢到 后面的人也踢到了 啊 他骂得更凶了 四个人走过去了 这个土地公附跟他老婆讲 你看看 昨天今天 两天早晨 发生的事情 你都看到了 昨天 那个黄金一小块呢 那个马就把他摇起来 给他的主人 今天我这么大块的黄金 丢在路上 他们以为是石头 还骂呢 还造口业呢 他们没有那个福报 没有那个福报 所以有些人就会怪说 释迦摩尼果来到这个世界 释迦摩尼果的世界 怎么这么龌龊 啊 脏兮兮的 人杀来杀去的 做坏事的 恶化 什么东西 恶行一大堆 这个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 幸好释迦摩尼佛 悲心无穷 来讲出世间的苦极灭道 我们算是很大的福报 懂得因果业报业力轮回 那么 在这个世界当中 佛陀又说了 说一把刀 如果每天切豆腐 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刀就炖了 那么这把刀你去砍柴火 雕刻艺术 炖了 你就用那个石头来磨 这把刀都是很利的 所以释迦摩尼佛说 这个世界有老病死 有种种的欺骗 有种种的诱拐 在什么都有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些现象 是无常 虽然是无常 因果业报 在不断的去展现 那么因为无常 你感觉生命的短暂珍贵 你好好的去修道的话呢 就像一把刀 由石头来磨 它会很锋利的 所以阿弥陀经里面 记得释迦摩尼佛 能为圣懒稀有之事 能以沙伯佛度 五浊二世 杰浊 见浊 烦恼浊 众生浊 命浊 这个五浊二世呢 得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以十方诸佛来赞叹 赞叹 但是我们众生的心性千差万别 有些人受尽了这种家庭感情 婚姻子女的折磨 不想待在这个世界 想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去修行 有些人认为说 那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这种折磨 警惕我 我要在这个世界来修行 这个没有什么是好或是不好 不要去比较 谁对不对 每一个法门 一定有它的市场 才会出现 所以 是法平等 无有高效 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不要批评说 哎呀 你修这个净土法门 一走了之 是逃脱 逃避 你也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暂时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去修学 有智慧有神通 还是要回来场还夜报的 那么你有这个勇气 这么多的生老病死 这么多的折磨 你有这个勇气 那你就要切切的记住 唯有言辞境界 然后正知正见 深信因果夜报轮回 深信三宝四圣地 你有这个功夫的话 在这个地方修起来 也是可以成道的 所以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让我们 对这个生死烦恼 来去超度 超越了这个生死烦恼 度脱了这个生死烦恼 是超度超度 我们要弄清楚 是超度我们的生死 超度我们的烦恼 唯有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祖先才能得到受益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意义的话呢 你去造恶劣 这个祖先在天之灵 他在掉眼泪 你买再多的猪头 羊头 三身五处去拜的话呢 增长他的夜报而已 你为什么不用素的来拜我 你又杀身 我前辈子就是喜欢杀身 所以我现在堕落成恶道了 你现在又在杀身去供养他的话呢 这个业障他要挑的 其实我们拜了拜去是拜谁啊 拜我们这个五丈庙 是为了你要吃 所以买这些来拜 借着这些祖先的名义呢 拜拜拜到最后就送到你的嘴巴去了 所以这个众生叫做无名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山地 räстрará meetings 山地 南无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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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